我覺得保值是一種感覺 嗯 以前他真的有救過我 啊不要殺我 我給你 那OK 我絕對不鼓勵 但是萬一有一個朋友 他要包養一個女生 對 20萬一個月 X到保的 你懂我意思 這一段我比較不敢讓我老婆看到啦 那沒關係 老婆不堪 其他人一定要堪 一定要堪 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我們綠茶錶這個頻道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Jeff 我是一個烏入歧途的斜槓律師 平日裡除了工作之外 最大的興趣就是 研究手錶 那律師呢 是一個平常脫不開與人溝通的工作 也更常需要 去深入每個當事人的人生故事當中 所以基於這樣 我就想要來開啟 綠茶錶這個頻道 由律師茶手錶 這樣的一個意涵 去訪談很多的一個來賓 請他們來幫我們介紹 手錶背後的故事 而我們也非常榮幸 在第一集的時候 能請到我從年輕時候 就開始的偶像 也就是我們的 杜文哲先生 通常一聽到 從年輕的時候 就開始喜歡我 就覺得人家在罵我老了 哈哈哈哈 我也挺老的 所以這個叫 茶水錶是吧 茶水錶 茶水錶 節目的名字 茶水錶 對 也挺可怕的 但我們要輕鬆一點 輕鬆一點 在一起茶水錶 對 杜哥對我而言呢 它伴隨我非常多年輕的記憶 包含像是 這個無間道中的撒牆 而且我很喜歡的電影 低俗喜劇 但我私心底下 我最喜歡杜哥的 就是大丈夫這部電影 喜歡的觀眾 一定要來回味一下 我們杜哥的作品 但不要忘了 杜哥接下來 還會有很多新的作品 帶給我們台灣的觀眾 對 杜哥其實 這幾年定居台灣 早期他又在香港 所以他不僅今天 為我們帶來很多手錶 以及手錶背後的故事 也會來幫我們分享 到底台灣的表示 跟香港的表示 在市場的生態 氛圍會有什麼樣的不一樣 杜哥其實一共會幫我們帶來 非常多很夯的錶款 真的都是夯到不行的 每一隻我看到都流口水 杜哥 真的都太夯了 不管是你手上的這隻 哇 驚到不行 金工相像 這隻 Day Day 40 全金的錶款 真的是很棒的一隻錶款 還有這隻 每個男人都夢想的 這個Daytona 而且是白熊貓 這都是不得了的錶款 首先我想先跟杜哥 請教一件事情 您大概是幾歲的時候 開始喜歡買手錶 或收藏手錶 那個時候應該是小學的時候 因為我家裡很窮 住在一個叫油馬底的地方 油馬底 對油馬底 然後就是我爸 他是一個非常沒用的人 最沒用的那種男人 又愛東西 又愛吃 又愛玩 又愛女人 又愛手錶 就是沒錢 但九成的男生都這樣 這個我不敢說 但是我爸是屬於這種失敗者 然後我們住的附近 有一個賣錶的鐘錶店 他就會在外面看 一直看 買不起的 就一直念 就一直跟我說 你知道嗎 錶是兩種錶 電子錶跟機械錶 機械錶就是錶 電子的就是垃圾來的 你記得 那我就記得 從那個時候開始 就有一個價值觀 就覺得 鐘錶是一個很寶貴的東西 至少我爸這種沒用的人 他都買不起 然後因為我們住的地方 或者是我成長的背景 就比較複雜 認識的朋友 或者自己就是一些昏兄弟的 所以那個時候對於鐘錶 就更有另外一種 扎機關 他不單只是一個 給你用來看時間的東西 他還是一個在你出事的時候 能救你一命的 真的真的 所以那個時候 觀念又不一樣 從兄弟的角度 一定是錶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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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象徵性的 沒錯沒錯 那您第一支人生 收的最重要的一支 第一支 大概是哪時候什麼錶 我第一支錶 我真的是 不是騙你 我雖然說 出生從人家庭 我沒有買過 錶雷的槓錶 沒有買過槓錶 我第一支 就是這一支 這是你第一支錶雷嗎 這個不是我第一支錶雷 我跟你說 我第一支錶雷 就是全金的叮叮錶雷 真的喔 這時候18歲 18歲就有第一支 對沒錯 那幹嘛要出來混 18歲 18歲我當時在玩泥巴的時候 你就有第一支金色的錶 對我有很多東西 那個時候在玩 可是其中之一就是 全金的錶雷 而且我堅持是 它全金 它那個麵 也是要金的 就是全金的意思 就是全金 廣東話 露就是偏門的 是偏門的 做偏門生意 就出來露也 那所以說呢 金撈它的諧音就是 come low 也就是說 常做常有 喔 有這個意思 有這個意思 所以一定有全金 很有意義 對我買了之後 不到半年就輸掉了 就輸掉了 沒錯啦 不到半年就輸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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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那個時候很很操張 在賭場齁 一個18歲的少年 對 你敢知道 拿個伯克牌 對面全部是戴哥什麼的 很多婚兄弟都喜歡用戴右手 對 那為什麼 你拿伯克牌是用右手嗎 這樣看呢 喔 有些時候反光呢 對 會撞到對面那個人 眼睛 對 砰這樣 對 所以說 陳也金撈 爸也金撈 對 然後輸掉了 之後呢 就很久沒有再買過錶 是 沒多久了 跑路了 就去台灣了 所以這一支錶齁 是我2020年來台灣 第一支買的手錶 喔 那很有意義耶 很有意義 因為我第一次跑路來台灣 那個時候就輸掉這個錶 這一次又跑路來台灣了 把它買回來 把它買回來 哇太有意義了 對沒錯 不同的錶 同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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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除了這支錶之外 對你而言 收藏手錶是興趣呢 還是你覺得日常佩戴的意義比較大 還是 是一種投資 還是只是欣賞的角度 如果手錶 只有一種意義的話 它這不是手錶 它因為有很多不同的功能和意義 它才是一個貴重的東西 沒錯沒錯 第一男人沒有珠寶 你不會說買個翡翠掛在胸部吧 對對對 也沒可能 雖然說也有看到很多男人這樣說 如果你不是很喜歡實裝的人 你基本上一件T恤加一個錶 這樣就全套了 第二 我覺得保值是一種感覺 對 一種爽 一種開心 但是在保值跟手錶看成投資 這樣沒有感覺 所以說你買房自用保值是應該的 可是你炒房是不應該的 也就是說你買手錶 每天就在計算 你到底買的時候多少錢 買的時候多少錢 買那一隻比較會容易炒期升級 這次不是玩手錶 這是投資人來的 還是另外一種人來的 我最討厭那種 我在網上有聽過真的 最近老雷推出一個大右手的 這個G&T 左官表 他說有假貨做得很像 所以這等於這一支錶不值錢 那如果有一支手錶 因為有另外一個防疫瓶 做得很珍惜 那等於本來那支錶不值錢的話 你不是愛手錶的本來 如果你真的是真心愛手錶的話 不會計算那麼多 因為投資不能愛上 爱上的不能投资 真的 自理名言 真的 你看女生 她买衣服 十万 二十万 她不会说 这条裙呢 很保值 你可能有胸围 三万块 这个胸围 很保值 最保值的是 解开胸围之后的事吗 那个才保值 这时候我说女生 更有自慰 她花钱 是真心的去花钱 这个形容我觉得非常贴切 爱表就是真的爱 不管她保不保值的问题 没错 那今天上半集呢 我们先跟各位观众 来介绍 第一支就是 每个男人都梦想中的 白熊猫Daytona 那这支白熊猫Daytona 型号是16500 那这支从2016年改款后 有陶瓷外宣 以及机芯都提升到 72小时动力储存的 这支Daytona呢 我觉得是非常漂亮 只是近期啊 它的确价格一直居高不下 那我们今天呢 就想要来跟杜哥请教 就是说 这支表当时你是什么时候入手的 以及为什么当时会想要买这支表 对我入手的时候是它最贵的时候 150的时候 150的时候入手 对啊 那个时候因为刚好在 好像三月份又去伦敦 嗯 就想买一支表 我一般会这样 去一个地方 不管是旅游还是工作 嗯 我会想一个造型 先设计好自己的造型 再出去 然后我那个时候就觉得 应该戴个Daytona比较好看 对 所以就买了 那当时你买这支表的时候 你为什么会选择白面的 因为它同时有黑面 也有一些贵金属版本 像灰面白金款 或者是黄金面的黑色胶带款 我反而最坚持是买钢 可以再买贵中金属 可是那个你至少又拥有一个钢的Daytona 对 因为尤其在打扮配衬上面 钢的Daytona是最容易配衬 然后关键就是为了这个投尺 对这个投尺圈真的非常漂亮 对没错 然后它黑白呢 它这三个圈呢 就特别明显 嗯 然后它就特别像以前有一款叫6263 旧的Daytona 对那个买不起 我是买个新的 那其实就我们的了解 Daytona像劳力士每年都在涨价 其实这支表啊 在我们2018的时候 它的官方的牌价才40万5千 到了今年 它的官价已经到了48万500块 所以才短短的五年间 它就已经涨了大概8万多块 所以依据杜哥你买表玩表这么多年 你会不会觉得喜欢的表 越早入手越好呢 还是就是说您觉得喜欢再买就好不用管 我觉得不用管 你刚好有钱就买 刚好没钱就卖 就卖 没错 古化宅 香港说古化宅 香完就臭 臭完有香 臭的时候表卖掉 香的时候就买手表 就这么简单 对啊 那我想台湾有一个现象就是 在劳力士不管是在AD店就是专业尖销商或者是专卖店 实际上都拿不到货 所以大家其实如果真的想要掏一支这样的表 可能往往都要去二手市场 可是二手市场的溢价都非常的高 对 甚至贵上它原来的牌价一倍以上 对于喜欢劳力士或Daytona的表友 你会觉得建议他们真的要用这么高的溢价去买 还是你认为慢慢等机会去买比较好 等死这个比较快 等死比较快 等死比较快 真的 生命是有限的 有限的 钱也有限 也有限的 那怎么办呢 对 那怎么办呢 如果要等好的机会去入手的话 我觉得你等好的机会去赚钱比较 实在一点 花时间在赚钱方面 不要花时间在花钱方面 觉得有价值就好 买不起就不要买 买不起就不要买 对 有道理 那想请教杜哥 Daytona是一个比较象征速度激情 而且年轻的钢款的表款 而Daytona是一个比较正装 比较经典典雅的表款 那当时你为什么会喜欢这样的表款 以及为什么会入手这支Daytona 如果你必须要我直转买一支Lorex 对 我只会买Daytona 这为什么 它才是Lorex 你觉得它才是代表劳力士的经典吗 没错 其实它不停的在改进 只是它没有很高调的跟你说 是 它机器的部分 每一支出新款 虽然说它外表没有什么改变 可是它里面也是会有改进 机型还是会有进化 对没错 是 然后尤其这个亚圈 这个亚圈 对 这个佩德 你一看 就知道是Lorex 没错 它是经典 我们叫总统表 对 也就是说美国总统 都带这支 都带这支 Donald Trump是带这个 对 那也是因为我们是那种传统的 也算古画仔的市场 Lorex就是Lorex 金老就是金老 所以Lorex是经典就要金色的 没错 然后也是要这款 其实我自己也是很想要一支白金的 可是我有一个很奇怪的地方 就是如果是买Lorex的话 每一个款式我只想拥有一支 所以我就在白金跟这个 选了一个 选了一个 对 还是选了最土的那一个 对 其实他一直最近几年 因为那个运动表流行 一直给看低了 然后他有一种超越时代的感觉 真的 比如说我去嘉一去吃林聪明 然后看到老板坐在那边 然后他看到我很开心 我们就拍合照 对 我发现很爽 他也带劳力士吗 港宽 港宽 对 你就觉得啊 可是他那个应该是 像我这种年纪的时候买的人 过了很多年的了 我就幻想如果我老了 像老板一样坐着在街上面 有年轻人跟我合照 他也是带着同一个 这是一代传一代的感觉 很有那种氛围 很感觉很棒 对对对 这是超越年代的感觉 而且你觉得劳力士 其实是一个 可以交朋友的东西 看到同好 你就会觉得很亲切 然后可以共同讨论的一个话题 对 如果你说 Daytona是Loray的标王 我觉得这个才叫Lorays 真正的经典 那我还有一个好奇的点 因为其实我自己也有买一支 半斤劳力士的Dayjust 而这支半斤的Dayjust 我从买来到现在其实很少可以带 因为拿来 对拿来 如果杜哥跟我换的话没问题 我跟你说我永远有一个说法 是买表从你肤前已经开始要带 要一路带到尾 一路带到尾 睡觉也带 冲凉也带 对 你到死亡之前 如果你每一天都有带 那这等于你带到饱 带到饱 你懂我意思 吃到饱 这支表更有价值 就像譬如说 我不鼓励啦 我绝对不鼓励 但是万一有一个朋友 他要包养一个女生 对 20万一个月 干到饱的 你懂我意思 是 如果你干少一天呢 你的吃亏 你懂我意思 真的 你听得懂了 是 我总有方法让你听懂的 这一段我比较不敢让我老婆看到了 没关系 老婆不看 其他人一定要看 一定要看 所以说如果你买了一个表 你带少一天 是 吃亏一天 有道理 你懂我意思吗 真的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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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不带最笨 很多人说 我又好好保养它呀 对 它会保值耶 对 我不敢带啊 我碰花什么的 然后我跟你说 差几千而已 是 其实有没有磨到 其实出售二手的时候 差没多少钱 差没多少钱 是 真的 而且吼 我小时候 有一个大哥他见我说 我问他 大哥 你打架要不要 拖下这个表 我先帮你拿着 我也是这样 骗表 跟大哥讲 对对对 没错 来来来来 帮你拿着 是 他说 不用 如果连打架 也怕弄到表的话 你就带不起 你怕撞到的 这带不起 这不要 不要带 带了 这不要理 这个才带得起 真的 不用管他 对啊 生活碰撞就碰到了 对 就我不贴膜的 不贴膜 真的 这才是玩表的真谛 因为贴膜后 没有那种金属 碰到你手的 那个触感 就是感觉 嗯 就像戴了保险套一样 那感觉就不好了 对不对 嗯 感觉就不好了 嗯 那因为 我自己买了这支半斤之后 总觉得很像 年纪还不到 所以怕戴上去 会自己有显老的问题 不会我跟你说 嗯 你这样穿 这样戴 你一定要穿牛仔裤 休闲一点 对 没错 就像你这样子的装扮 也不行 也不 就是怀旧一点的 哦 怀旧一点的 对对对对 是 就牛仔衬衫啊 牛仔裤啊 嗯 这个好看 就会很有感觉 比如说你那种 牛仔布的 jacket啊 那些啊 戴这个 这个好看 是 嗯 这就是符合杜哥刚才讲的 每去一个地方玩都会先搭配好今天的服装跟手表造作 对 没错没错没错 那最后想跟杜哥确认就是说像这次dayday金表 那通常你觉得你最常在什么样的时机跟场合去配戴这样一个正装表 尽量不要在人家请客吃饭的时候带 哦为什么 他就知道你没钱了 哦为什么他带这个会觉得你没钱 对因为人家请客啊宴会啊 你带个金捞啊 这是传统 是 习惯把最贵的表带出来 那人家就知道你的表 已经最贵了了 对对对 所以反而会露馅就对了 没错 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说法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很有经验的说法 没错 尤其跟比你有钱的人吃饭 你带这个表他反而看不起你 你就带他很少看到的表 所以反而以后我们吃饭带Apple Watch就可以了 也不行 也不行 这也太对不起了 其实今天杜哥还有带两支非常特别的表款 就下一集才可以给大家看 我们想先让观众先稍微入眼一下 好啊 我们将会在下一集的节目中来为各位介绍他的故事 以及细部的来让各位观众欣赏这两支表 没错 这一支就是我们香港叫江山苏靖 攻山虚准的 江河的江山河的山 苏写的苏 苏靖 江山苏靖啊 对没错 那感觉不太吉利 对对对对对对 国语叫什么 江湿丹顿 没错 VC 对 另外一支就是 另外一支就是那个比较特别的就是那个 GMT的沙鲁 沙鲁对 对没错沙鲁 这支表真的是非常限量的 我们就留待下集来跟各位观众来分享 好 那如果对于刚刚另外两支表有兴趣的观众 也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下集的节目 非常谢谢我们杜哥 谢谢 谢谢 这支是我用来对付有钱人的 对付有钱人的 对付有钱人的 因为他没有 哦他没有 哈哈哈哈 如果他懂的话 我就欣赏他 然后关键就是这个这个表 Ceronado Cero Ceron 他也有一支 虽然他有很多Rose Royce我没有 至少我有一支表跟他一样 哈哈哈哈 真的同等级的 同等级的 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